大家好,欢迎收听有点猫猫的,我是Raini 我是小猫 诶,雅雅,你在看什么手机啊? 是不是有手痒想要冲动购物了呢? 不是啦,是因为啊,夏天快要到了 我现在呢,可是在买日常必需品耶 没有它,我活不下去 诶,你在看什么啊? 诶,是气泡水吗? 对对对,我跟你说啊,我平时不怎么喝水 因为我觉得水啊,一点都没味道,很难下眼 自从呢,我喝到了台湾气泡水第一品牌 泰山Cheers气泡水之后呢 才发现加了气的水也太好喝了吧 诶,我也很爱他们家的气泡水耶 他们呢,是使用中央山麦的纯净好水 有着香槟般的绵密气泡口感 而且还无糖无热量,对健康无负担哦 而且我跟你说哦,现在Cheers与知名设计师Daniel Wang 推出了联名版的包装时尚满点 另外呢,从5月1号到5月31号 在各大同路购买Cheers气泡水全系列商品 等路发票就可以抽精品包哦 而且每周抽的还都是不一样的哦 哇,听起来好赞哦 那我也要赶快手刀去下单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有点毛毛的 我是Raini 我是长萌 那我们今天呢,这一集 诶,这可以养妈来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 是一间猫咪咖啡厅 而且大家有没有看到 大部分都是免嬰猫哦 免嬰猫又被大家称为是温柔的巨人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来聊聊 免嬰猫在照顾上面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那今天我们来到红月免嬰猫一郎呢 也欢迎我们的创办人Lina Hello大家好,我是Lina 那首先呢,我想要请教一下Lina 你觉得免嬰猫它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猫咪呢? 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吗? 只能一句话吗? 我们简单的 就是会有很多几百个字 但是如果真的用一句话 我觉得就是你养过就回不去了 的猫咪 怎么说的评价 真的是养过就回不去了 其实我从小养过蛮多猫咪的 就是来来去去又离开的 但是入手免嬰猫之后 它真的是有猫咪的滑柜跟那种姿态 可是却是狗狗的个性 真的回不去了,你们慎重啊 那我想问一下Lina 你是养免嬰猫的经验大概几年了? 从你第一次入手第一只免嬰猫 刚刚说它有狗狗的个性 所以它也会跟你撒娇吗? 他们是可以被训练的 就蛮高智商 所以他们是可以被训练 你丢我姐 可以一直来回 这边客人有时候也会跟他们玩 然后另外会自己开门 然后聪明 对对对 然后个性就真的互动性很强 然后撒娇 在家里的情况的话 原则上我们冬天 都这边都是满的 就是他们会睡在我们的肩膀 然后一直摩蹭你 真的就是狗狗个性 然后又会自己上厕所 然后又看起来很娇贵 这么棒 很难合欸 因为很多猫是 它比较喜欢自己独处 不要去打扰它的那种 对 它们很黏人 那像免嬰猫 因为它的奖上其实还蛮特别的 还有包含它的体型 那关于它的身世之谜 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出现的猫种呢? 它们其实是来自北美 免嬰州的原生猫种 那它的名字 英文名字叫Man Koon 前面Man就是免嬰州 那Koon这个字 其实是来自它的尾巴 就是它们很帅的 就是会从雪地这样走来 然后翘起一个尾巴 这样子 所以那个尾巴会让人家觉得 跟浣熊太类似了吧 因此还有传说说 会不会是猫咪跟浣熊 浑种 对 但我觉得这个几率不高啦 但是这个名字的由来 就它们来自免嬰州 然后是很类似浣熊的一个尾巴的体态 这样子 因为好像有这个传说也是 因为免嬰帽它真的 在北美原生的好像最大 是可以到非常大致的 对 金氏世界纪录是130-40公分长 含一尾巴 哇 好长哦 就几乎是一个小朋友的身高的高度 很长 哇 那想问一下 像免嬰帽它们的一些身形 还有体型特征 像是它们的五官跟一般的 我们平常看到的猫咪 特别的地方在哪边 好的 例如说像第一个很标志 一眼识别的是耳朵 它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耳朵 耳间会有一个耳脊毛 那以耳内毛 这是为了在免嬰州 就原生比较北方的气候的话 过滤血水 所以会有个耳内毛是为了过滤血水 那领睛 丰厚的领睛也是为了遇寒 那它们的表面的毛呢 其实一摸会跟所有的品种的毛 会有区隔 是特别细长软 那就是它们内建表面防泼水 防泼水 就是雨水雪水 它会在表面抖一抖 就可以抖掉的一个披毛这样子 然后它的尾巴 很精致的这个尾巴 也是为了在很冷的时候 可以缩成一团 把自己做保暖的动作 一般我们看到一些猫咪 它们的下巴的形状 有些可能有的是圆的 可是它们的形状就是 它不像是完全V 但是它又有一个弧形 嗯 没错 它们这个会称为是嘴套的部分 那嘴套的话 其实免疫猫有分很多 像比赛的一些规定 它们有些比赛标准 那嘴套的话一定要是卸型 就是侧面看是微凸 那有分成圆形跟方形的这种卸型嘴套 就是它们的特色 所以在分辨它的话 其实一般来说 除了耳朵这个关键 就是它的鼻子嘴套侧面 是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分辨的关键 它们侧面看来就是一个山根很高的帅哥 凸的阿凡达 哈哈哈哈 方方这样凸出来 刚刚说它这个耳内毛的部分是这边 对里面你会看到这些很长 就雪水雨水这样它就不会直接流进 它耳朵很大 一般猫咪耳朵小小的 但你那么大 然后雨水进来就轰轰轰轰 所以它需要有点像雨刷的概念 那上面的这个毛它是有特别的功能 就是要准帅 哦 准帅 对啊 因为看梅子上面好像都 像比卡丘 对啊 而且也很像一个小精灵 对 尖尖的感觉 没有功能 就让你说我是免婴猫 哦 特征特征 是 那它们的体型呢 目前以猫种来说算是中大型 对 家猫里面的话其实算是最大的 哦 以家猫来说 对 那它们的话 体重可以重达十几公斤 那平均八到十都是一个很标准的体态 想问一下店内目前最重的猫咪 大概几个人 我们店内呢 有一支是跟前阵子跟严雅伦拍照的那一支 明星猫 现在有客人来就说 我要跟亚伦猫合照 那因为它很爱吃 加上它我们有喂养生肉 所以它的天生在出生的时候 其实手脚长就已经偏大 然后这样它又爱吃 所以它目前在一岁半 它已经是八点五公斤 算是我们店目前体型最重的猫咪 我们其实有看到啊 现在咖啡厅里面的免疫猫 它们毛色也非常多种 也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免疫猫毛色 免疫猫的毛色非常非常丰富 很多 那其实像经典的虎斑色 台湾很常见 对然后像蓝虎斑 银虎斑 黑虎斑等等都很常见 那再来像纯色的 像这种纯蓝色 纯白纯黑 然后另外有奶油色啊 烟熏啊 像常见的山花带帽 其实免疫猫都有 我们店其实蛮多花色的啦 我刚好看到一支颜色特别不一样 像哪一支 它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高银色 对有眼光 因为像它这样子算黑虎斑 那如果你的虎斑 黑色再少一点的话 然后越浅 尤其是浅到黑都快没有的话 就偏银色 那高银的话 其实比它的色度再淡一点 就整支如果再银白一点 就在台湾很受欢迎 但是也比较贵 高银的意思是 就是白色居多 因为他们的白色毛 会在阳光下 洒下会有点银亮银亮的感觉 那他们其实毛发其实偏长 平常的话在照顾上面 有没有需要梳毛啊 或是他们其实长毛的话 会不会对他们皮肤有些一些影响 梳毛是梳到爆啊 一定要梳到爆 对然后空气性一定都要有 然后我们都在开玩笑说 每个员工大家发一条花毛狗 毛真的很长很细 所以一定要照顾 那因为台湾的气候 其实对长毛毛狗都很不友善 所以像皮肤基本一些 避免过敏的益生菌 还有爆毛粉 让他的毛色蜂蜓亮丽 还有鱼油 其实我们都会固定添加 哦还有一点是一定要开冷气 因为他的毛比较重比较热 对然后如果越冷的情况下 尤其像今年寒流很冷嘛 他们的领巾就很明显会爆一大圈 温度跟毛量会有关系 那因为像我们刚刚进店里面的时候 每只眉毛的个性都很稳定的感觉 那他们在个性上面 是不是也都很温柔 因为他们好像有一个网络上的名字 叫做温柔的巨人 刚刚一来店里的时候啊 我一开门 他们就轮流就慈禧笔落 然后会蹭你 就是在店里的状况 那在家里的话原则上 他会安安静静的陪伴在你身边 跟前跟后 然后也会睡在我们的胸怀 这样 那其实在国外的话 很多心理智商师会治疗 犹豫症、自闭症、患者 会推荐你入手 免疫跟不偶 因为他们是最稳定 最温馴 也很适合老人跟小孩 高度陪伴的猫毛 对 所以真的很温暖 他们就很温馴的陪伴 然后也不需要很动态的 不错 不好意思 那我们刚刚聊到个性部分 我查到资料的时候 有查到说 免疫猫他们很爱玩水 是真的吗 正常猫都不爱水 对啊 都会不敢洗澡 他们也不爱洗澡 但是就是 会自己开水龙头 自己开水龙头吗 对 我们这边的猫真的蛮爱水 他们就很喜欢这样 拨啊 踏啊 那种水花四季的感觉 那有一天我刚好在 换水玩的时候 被他们看到 我们那个水龙头很好开 就是他们三只 对 然后围在那里看 然后他们就玩开了 那我想说那就弄回来就好了 就隔天来上班之前 那员工就说 水災溜 他们就晚上玩了一整 然后 洗手擦的水 就被他们玩到地上都是 那他们也算很聪明 你这样看一次就学会了 对啊 哇好强哦 聪明伶俐 爱捣乱 网路上会传 免嬰猫不爱叫 但其实不是 免嬰猫他们不会喵喵叫 他们不会喵 他们不会发出这种声音 他们的叫声比较像鸚鵡 好不爱哦 好不爱哦 对 但他们所以这种叫声就算一直跟你对话 你也不会觉得烦 哦 对 所以他们其实刚刚开店的时候有几只特别爱讲话 就会 哦好像有 你有听到吗 很小声 对就很 不是喵 他们不会喵 那应该有些客人他们可能本身自己是有养免嬰猫 或者是他们想养免嬰猫 可能也会来这边看一下猫咪 他们有没有问过一些问题 就请教你说在照顾上面需要注意什么 我们最常客人慕名而来就是想看免嬰猫的提醒 因为他们想要入手免嬰猫 所以我们一天到晚都被追问关于 免嬰猫到底会长得像网路上这么大只吗 他们有些网上照片还蛮霸气的 对 就是有 抱在手上就是直接超过半颗头的那种 头都比我们女生的头大的感觉 对啊 幻想他养那只也是免嬰猫 对是也是免嬰猫 然后体型是最常被问到的 那我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免嬰猫其实呢 我自己也有遇过同一胎的小朋友 因为喂养的过程不同的话 所以他们体型就有很大的差异 其实在四到九个月是很关键的时间 一定要让他们吃足够蛋白质 最好是吃调配过的生肉 甚至要到足量 就是按照体重去配足量的生肉 然后确保他在个暴冲发育期 把长度先长长 然后再慢慢长宽度 然后才会长大 如果你是让那种放养 是爱吃不吃 然后让他自由吃的话 有可能你的免嬰猫 就会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只 这是最常被遇到的问题啦 但是在一开始出生挑选的时候 建议大家也是可以挑选手掌 是同一胎里面偏大的 他未来的发育的空间也会比较大 那再来公猫一定比母猫大 所以如果你想要追求巨大的话 可能就建议选公猫 母猫的极限还是有差的 因为我看网路上很多照片 就是免嬰猫其实长得 好像原生的话是很霸气的那种 可是在台湾的话 好像越来越多看起来是 就是长得有点像甜美的那种 那像是他纯种的部分 跟浑种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异 你很专业 问到一个真是 内行人才会问的问题 就是免嬰猫其实脸蛋 有分很多邪系啦 那不代表说很凶 或是很秀气就不纯 但是因为在原生欧美那边 欧美的脸蛋 有些美色脸蛋 它是霸气到你觉得 你应该是猫里的黑道 可以出来打架呢 我有看过那种照片 就是长得很霸气 好像就要出来干架那种 对 超级霸 然后眉毛有点是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脸还那下巴超涂的 那因为台湾人接受都喜欢帅 然后又喜欢秀气漂亮的脸 所以早期有一些 可能是返育业者或是宠物店 他们有做混到不同的品种 让他脸不要那么的凶 然后体型也不要这么的夸张这样子 所以有可能你会找到是 可能爸爸妈妈那一带 有混到一些不同体格的毛咪 有可能 他们这个多指症其实蛮常见的 以比例来说跟其他的品种来说算常见 可是如果真的是六指症的话 我们这边目前没有 但如果真的有的话 我遇过四组 他其实跟一般的猫咪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就行动啊健康程度都是OK的 所以不用担心 其实也不太影响他们日常的生活 对 是正常 有些人还会觉得六指很幸运 看你怎么想这样子 对啊 因为有点限定的感觉 对 他们的话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遗传疾病 最常会遇到的 以这个平衡大体型 就是心肌肥厚心脏部分 那这个其实可以透过基因检测 对 那第二个是属于髋关节 因为他们属于大骨架 然后常常跑动跳动嘛 所以髋关节部分 也是比较容易发生的疾病 那但是其实这两个疾病 如果说你们肾血猫社 都有做基因检测的话 其实都是可以规避掉 了解 那最后想问一下Lina 是 就是因为免疫猫 他真的长得非常的特别 很霸气 但又很温柔 有这个反差萌的魅力 那如果就是有 网友们想要饲养免疫猫的话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想要给他们 入手免疫猫本身的担架 就已经是 他算中高担架的猫咪 大概是Range在 在台湾 因为各个国家 其实我都有做过功课 台湾真的偏高 但是在台湾的话 可能他有一些 进口的培育的成本 跟台湾的法规的成本 维护成本 那大概一只免疫猫 在台湾的话 8到20万是一个行情 那以越少见的花色会越贵 例如说纯色 或是比较稀有的奶油色 或是像纯白液色铜 对 就会越高单价 跟体格又有差别这样子 但入手之后呢 其实真的要穷养 复养我觉得都可以 有些人就是用 一般的猫饲料去喂养 其实照顾的好都可以 但我觉得免疫猫 真的是很需要陪伴 你如果每天都不在家的话 就晚上睡觉 一定要给他做 足够的陪伴 那垂直的空间一定要加力 因为现在台湾人很多是小套房嘛 对 他们体型又那么大 你又把他养在家里一个小套房 如果有垂直的空间 让他们可以做垂直的跑跳的话 其实就会让他们的心情活跃许多 那再来是也需要帮他们做藏匿的一个 像小纸箱他们也很爱 就每天有一个藏匿 然后去做狩猎巡逻的话 他们就会是一只快乐的猫咪 那感谢今天Lina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关于免疫猫的小知识哦 那如果想要像名帽的话 大家一定要听取Lina的建议哦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 还有记得给我们五星好评 我们每周一都会进行更新哦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谢谢